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辽变身穿圣衣 雇佣自带小徐泽 张辽双手麒麟臂 张飞身背导弹堆 各有军师妙技安天下 敌修无趣拖胎衣的诸葛亮赵云 以及被侵蚀变异的魔王张角 众多英雄人物华丽变装出场 想想的画面就很羞耻呢 却又有一种迫不及待想要进入游戏的冲动 游戏整体风格欢乐斗逼 剧情融入网膜流行语 让熟悉的故事 变得更加有趣 游戏中的聊天框也变身弹幕发射器 哑哑哑 看着玩家们满屏的吐槽弹幕 简直比A战还B战呢 更不用说带着墓镜的草泥马骑士团和恶搞出镜的逗逼三头犬 游戏无时无刻都透露着搞笑的元素 当然 垂子三国并不是来买蒙宝笑的 我们也在很认真做游戏呢 玩家们除去可以操控多个英雄人物战斗之外 更可以解锁刀盾兵 长矛兵等六个不同兵种 在战斗时将它们全拍上场 另外 游戏中的各个技能效果也十分华丽 游戏的最大卖点也正在于此 虽然垂子只是作为游戏的研发代号 但是从游戏的各个方面来看 垂子三国有能力成为一款打破传统三国题材类游戏的重锤力气 喜欢的朋友们速来体验一番吧